日本自民黨在星期日的國會選舉中以壓倒性勝利 贏得議會選舉後重掌政權 自民黨在野已三年 日本NHK廣播電台說 前首上安培進三領導的自民黨 在國會下議院480個議席中獲得293個席位 自民黨的同盟新公民黨獲得大約31席 另外將保證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 足以否決國會上議院通過的法案 目前執政的日本民主黨 是國會上議院最大的一個政黨 現任首相野田嘉賢領導的日本民主黨 即是獲得57個席位 民意調查還顯示 選民對現任首相野田嘉賢 推動加倍提高日本的銷售稅不滿 野田嘉賢說 此舉對於滿足日益攀升的社會安部支出是必要的 日本社會快速老化 而整體人口有所萎縮 在選舉獲勝之後 安培進三不失時機感 提及到日本對中國東海上 無人居住島嶼的主權 他說 尖角列島 中華稱為釣魚島 是日本固有的領土 他希望 展現他阻止任何改變的堅強決心 但他亦表示 日本不願意與中國的關係惡化 美國總統奧巴馬祝可安培進三莫勝 他說 他期待著與日本新政府密切合作 奧巴馬在一份書面聲明當中 強調美日聯盟的重要性 用他的話說 是該地區和平與繁榮的基石 中華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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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